嗨 欢迎来一起逛 你有经过St.Pancras车站吗 你有没有留意到在你周遭的雕像 我们第一个看到这一个灰色的雕像 一个老先生戴着帽子 好像有风把他的衣服吹起来 这个人是John Benjamin 英国重要的桂冠诗人 John Benjamin不只是伟大的诗人 他更是保护英国古迹重要的人 二战过后 有很多很多维多利亚时期的古迹 都濒临危机 有非常非常多的都更 准备把这些老建筑给摧毁掉 但感谢John Benjamin 还有社运团体激起抗议 让这些老建筑保留下来 其中一个最知名的 就是你们眼前的St.Pancras 另外呢 你如果看在旁边有一个 铜做出来的很大的公共雕像 这个雕像是Paul Dates 在2007年做出来的公共艺术 这个公共艺术描述的是 人与交通之间的关系 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 有很多的英国国民 无论是要把士兵送到前线 或者是胜利的士兵 海旋回归 这一个公共雕像 记载着家庭之间的分离 爱人能够重新见面 甚至呢 在二战的时候 有很多很多的家庭 必须躲在防空洞得以求生 那这些都是人与交通之间的关系 那另外你如果往看板上看过去 还有英国的概念艺术家 Tracy Emin 设计出来的 I want my time with you 这个雕像呢 好像呼应底下的雕像 当人我们在重聚的时候 我们想更花一点时间 和我们的爱人在一起 那这就是St.Pancras的雕像 记得有机会就来这边看看吧